雅士新闻部高级副总裁梁家荣 因为报道江泽民死讯事件辞职 梁家荣表示尽了所有努力都阻止不到新闻播出 之后副总裁谭慧仪也请辞 香港新闻行政人员协会深表关注 特别向雅士管理层发出信件 要求雅士澄清 其中一点是质疑 为什么梁家荣作为雅士新闻部的最高负责人 但没办法控制个别新闻播出 又质疑究竟管理层 是不是在江泽民事件中影响新闻部运作 要求澄清 协会重申 新闻工作者的偏才自主 是港人极度真实的核心价值 应该受到尊重 干预无论是来自外界 或是来自新闻部以外的管理层 都绝对不能接受 另外协会又要求雅士澄清 有指梁家荣和谭慧仪辞职 同时是因为新闻部 被要求引入有广告成分的内容 是不是有这件事 新闻行政人员协会认为 如果属实是违反新闻专业原则 也可能有违监管条例 这封信是发给亚士执行董事成品语 以及高级副总裁邝海盈 协会认为社会极度关注今次这件事 因为涉及香港重要传媒机构 亚士有责任尽快向公众解释清楚 WOW TV红嘉伦报道 WOW TV红